嗨各位我是景川一 摩爾莊園 相信這是眾多90後 00後年輕族群非常深刻的童年回憶 當時每一間小學的班級裡面 你都一定可以找到小朋友在互相分享玩摩爾的心得 欸你今天幾點會上線也沒有存錢買超級拉姆 欸我這個駕照的任務怎麼破都破不了 你今天放學來我家幫我好不好 我還記得我那個時候沉迷摩爾到一個非常誇張的程度 每個週末早上避開遊戲 然後直接從白天打到太陽下山 嗯真的是一段很美好的回憶齁 各位要是也有玩這個遊戲有什麼很印象深刻的經驗 可以趁現在留言跟大家分享 今天這一部哇好久沒有做的童年系列 我決定也要帶各位回顧摩爾莊園的歷史 以及重溫那段美好的記憶 但是這時我才想起來 Google已經沒有支援Adobe Flash Player了 加上我早就忘記我的秘密號是什麼 所以我知道上網找一些神奇的偷吃部 然後重新註冊一個逃米帳號 好啦終於進來了 摩爾莊園最早最早是在14年前2008年4月開始營運台版我記得是12月吧 遊戲上次就獲得了巨大成功 短短一年內只累積了高達477萬名玩家 摩爾莊園跟賽爾浩在當年雖然都很紅 不過兩者所屬的是各自非常不同的類型 像賽爾浩就是抓精靈融合強化戰鬥的寶可夢類型遊戲 摩爾莊園主要在玩的是角色扮演跟金銀模擬 是的就跟動森有那某一點像 在這款遊戲裡面玩家要做的也就是扮演好你這個摩爾公民的角色 裝飾你的房子 養好你的拉姆 打工賺錢 結交朋友 你可以說這就是當年捲入所有台灣小孩子 在一個虛擬的世界中 每一個人扮演著理想中的大人大鼠的 超巨型家家酒 我印象中比較有趣的一個點是 摩爾莊園相當積極的透過遊戲 向兒童玩家建立正當且健康的認知 像是我這邊重新開了一隻角色之後 摩摩公主就我簽一份公約要求玩家 不說髒話 有文化 幫助他人為己任 保護帳號 合隱私 交換交易 要謹慎 上網遊戲 守規則 外掛程序 不使用 講是這樣講啦 我人生唯一一次玩線上遊戲被盜 就是玩摩爾莊園 那個時候我花了一個早上 好不容易才把帳號給取回來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記得我當年玩遊戲開始送的摩爾豆 絕對沒有這麼多 50萬摩爾豆 而且房子 怎麼一開始就這麼大間 不是應該從一個小洞穴開始嗎 遊戲也強調要溫柔有愛 其他玩家不可以透露私人訊息 顯示本作真的是一款相當忠實的角色扮演 而像這樣的遊戲在當年之所以會火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各位回想一下 10年前 差不多08、09、10、11年 那時是社交媒體剛開始崛起的年代 每一個人都開始有臉書 每一個人都跑去別人家開心農場偷菜 欸 智慧精手機甚至還沒有完全普及 那自然小朋友想要在放學後跟同學聊天 唯一的管道就是透過這些網路遊戲了嘛 好啦 那摩爾豆 實際上是在玩什麼 其實這遊戲就是一堆小遊戲的合集 跳舞機 滑雪 騎士團修煉 我記得我那個時候最愛玩的就是跳舞機 每一天我都一定要去跳個機場 而且幾乎每一手都打過幅度combo perfect 來吧 我們來試一下 過了十多年 我還可不可以做到 好像其實也沒那麼難齁 看到沒有 這就是打初音未來 也打十年的實力好不好 話說我現在回國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用模擬器 還是單純真的沒有人在玩了 哇 這個世界 一個人都沒有啊 你能想像全世界的人都消失 就剩你一個人在大街上遊蕩的感覺嗎 就是這個感覺 然後滑雪就也是很經典的那種 網路的Flash小遊戲 考驗反應神經左右轉的玩法了 喔 然後我現在才發現 遊戲竟然多了一個 一個理世界啊 還有轉出了小遊戲 哇 這不得不說 真的是在極度應景的同時 又極度的跟不上時代 因為你們懂得線上夜遊過後的下一個時代 就是手遊轉出的時代了 但現在你真的不要告訴我 你還在玩神XX 我說實在以當時的技術 加上這終究是一個2D夜遊 這遊戲現在看表現力真心不怎麼樣 而且而且你要是仔細看的話 會發現角色其實從頭到尾都只是在一張紙上面走動的 你以為你買的兩層樓的房子 殊不知那個階梯根本就是假的用畫的有沒有 不過啦 對當時的我們來說 光這樣就已經很有那一個經營虛擬人生的氛圍了 我還記得我斷考前我媽禁止我打開電腦的時候 我直接大哭大鬧 然後拿 我不敢入味我們家拉姆他就會死掉 當藉口 請勒他讓我玩 遊戲中各個的虛擬角色 不課金就死也打不過了最強騎士法蘭克 中二帥度爆表的怪盜RK 跟大家偶像摩摩公主 這些人在遊戲之前就像是真實的公眾人物一樣 每位玩家都享受作為摩爾公民的生活 從遊戲裡面學到的知識 比如說交通規則 現實中孩子們也會驕傲的施行 說這是摩爾專員教會我的 是一款真正達到預教娛樂目的的優良網路遊戲 所以我真的得為當初在地上打滾耍賴 逼我媽讓我玩這件事深深的致歉 好吧 那到這邊 該逛的我覺得也逛的差不多了 摩爾專員這樣的一款 承載著許多人童年的遊戲 終究還是隨著時間走入歷史 當年那些沉迷摩爾專員的孩子 現在大的可能都已經出社會了 像是我 這些年間世界真的變了很多 就說別的 現在甚至連一般網頁都已經不支援 摩爾這類型的遊戲了 要玩一定得透過模擬系嗎 是的 我們想要回味童年 其實還有一個更好的選擇 這裡要跟各位分享一件超級好看的消息 就是 摩爾專員手遊版的台服即將要展開山檔免費測試啦 各種熟悉的場景還有令人懷念的角色們也將全數回歸 根據我查到的資料 山檔封測你可以搶先體驗台服版本的內容 有興趣的朋友們 這裡我建議大家先去追蹤官方粉絲也留意最新資訊 你也可以點影片下方的資訊欄進行預先註冊 然後前往app商店預訂遊戲 小時候快樂很簡單 長大之後簡單也可以很快樂 又是你想要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回曾經的懷念與平靜 就來試試摩爾專員的手遊吧 我是景川一 我們下部影片見